黑衣男站在店门口 和老板有说有笑 手还指着前方 只说那里的豪宅区 就是自己住家 让老板完全没想到 他竟然是名骗子 因为钱在实习车上 他先跟我们借一下吃饭钱 这名骗钱哥 8号中午到新庄 一间露营用品店 借了1000元 还不肯罢休 竟然在下午3点 又再度上门 说自己没钱吃饭 只要再借1000 而他的惯用手法 都是这一套 利用艺人光环 来塑造自己的多金形象 让店家卸下新房 不过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犯案 今年7月这名骗钱哥 跑到北市松山区一间眼镜行 用一样欧阳表哥的说辞 向何店家借钱 不过仔细看看 年约50岁的他 头发灰白 两栋行片都穿着一样的 白色V0T恤 隔了一个月 不过就换了一条短裤而已 芯片双北实在夸张 不过一样让人傻眼的 还有他 吃饱喝足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皮夹 但不付款 这名富人是新北市 鼎鼎大名的霸王餐灌饭 7月初到日本料理店 骗吃骗喝不付钱 面对店家指控 还呛说自己有免费律师 没想到一个月后 又到林口火锅店 白吃白喝 这次只料下一句话 我就是肚子饿 骗钱又骗吃 这对男女 看准台湾人心底善良 就滥用爱心 实在太可恶 记者黄条隋欢 新北市报道